各位好,我是郭忠铭 目前任职于一首大学志工系 今天要向各位介绍我们研究团队所提出的专利 这个专利主要是应用在影像切割这个问题上 名称为影像显著区域切割技术 影像切割主要应用在影像内容理解、影像分析、影像检索 以及医学影像处理这些实际的问题上 但是因为影像的类型相当的复杂 长久以来在技术上始终无法达到让人满意的结果 针对影像检索的问题 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希望影像切割的结果 能与人眼睛所理解的内容一致 并且能够快速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 相关的技术细节请看以下的介绍 我们的分割技术概略分为三部分 一、主要颜色截取及影像量化 二、利用重要性索引及合并可能性 两个自定参数进行初始区域合并 三、对剩余区域一相似度再做合并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范例来说明 首先由影像中取得YUV三个颜色通道的分布 然后利用非参数估测技术取得平滑的分布图 再求取各通道的局部最大值 然后由各通道的局部最大值 然后由各通道的局部最大值 组合成为我们的候选颜色 接下来利用候选颜色 对原始影像行量化 量化过后的影像 利用Region Growing的方式取得初始区域 我们利用重要性索引及合并可能性 两个自定参数 对初始区域进行合并 得到初步分割结果 接下来我们对初步分割结果 以及相似性做再度合并 完成最后的分割 接下来我们用实际的执行范例 来对这个简介做一个终结 简介绍 期望 感谢观看